右手边一开始我们做的事情是先把它拆解成两个 可以两项东西才去进行积分 可以分解成一个这样的流程 然后对于x积分 分成这样一个之后 首先左手边是一次方跟二分之一次方 除法的时候是减 所以一减二分之一会剩下二分之一次方 右手边是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然后如果你要把它拆解成 x加1还有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也没有问题 只是你做的步骤会转变成彩虹成 会有x乘上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还有1乘上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就会长这样 然后这边是一减二分之一次方 它就会变成二分之一次方 还有负二分之一次方 就会跟左手边看到的一样 接下去我们做的事情是积分 如果你有本事可以直接写 三分之二x的二分之三次方 这样当然很好啊 如果不可以的话 请你照着我一开始教你的积分步骤 去把这个公司写出来 就算是昨天分给大家测验哦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不ok就写这个步骤 还是我同学不写的啦 就是我也不懂哦 可能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哦 就是都不写这个步骤 都跟你讲要做n加1了嘛 先确定好n是多少 然后还要去做错这一题 我才单单出一个根号x而已 都没有办法做到哎 太扯了吧 然后我们从1积分到9 ok所以接下去我们做的步骤 就会变成是这边是三分之二 x的二分之三次方 加上二分之一加一是二分之一是分母 所以是22x的二分之一四方 然后从哎 9积分到1哦 写错了 我们之前讲 我们之前讲 呃 定级分的时候 本来应该是 大数在上小数在下吗 可是其实没有差啊 你懂吗 定级分是一个数字的计算 所以谁在上谁在下 是根据题目来说明的 只是我们在做面积的时候 才会习惯性下面是小的 上面是大的 啊 普通定级分其实没有差 可以逢定级分 没有没有特别说 谁大谁小 就没有关了 好 所以下去就是把数字带进去的过程 然后记得是上面的数字减去下面的数字啊 所以当我们在带入数字的时候 如果上面这个是蓝色 底下这个是绿色 这样带入数字的时候 要记得是先带入 先带入蓝色啊 所以就会有三分之二 1的二分之三次方 加上2乘上1的二分之一次方 减掉 三分之二 9的二分之三次方 加上2乘上9的二分之一次方 1的二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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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跟大讲的时候 我是跟大讲 如果你用手算的话 你会发现手算出来的结果跟 计算机按出来的结果 可能会不一样 而且大多数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OK 那我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哦 因为你要学习怎样去按那个计算机 一整串把它按出来 晨晨你的镜头应该是坏掉啊 你就不用特别开不要紧哦 当我教你的时候你要硬啊 还是他已经断线了 他已经断了 他怎么我到底 他等他回来啊 诶 哦 我进了镜头 他生病了 今天你给你看我 你的声音也是生病啊 没有我爱你 没有我爱你 好 我也爱你 不用 继续啊 好 所以带进去之后哦 如果你是用手算的话 你就会知道所谓的二分之三次方 指的是开根号还有三次方 对不对 这样1的二分之三次方就是1哦 所以你用手算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边是三分之二 然后1的二分之一次方就开根号 其实也是也是1不好啊 所以不要管他 后面这边 因为我知道二分之三次方是开根号和三次方 这样9的二分之三次方 代表9要开根号变3 再取三次方变成27 所以这边是三分之二的 三分之二乘上27 还有后面的地方是9开根号 所以9开根号的话是3 可以9开根号是3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部写出来呢 再去按计算机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 如果你选择按计算机的流程 是从这一步开始按的话 就会遇到大问题哦 然后这里我会觉得你两种都要会啊 如果你可以用手算机要去算到那个步骤 再开始按计算机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 需要 从这边就直接按计算机的话 我就要教你讲 去按这个东西的计算机哦 所以要手把手教你哦 ok啊来 我教你二的时候 我是跟他们讲我按一个你按一个啊 对对对对对啊我按一个你按 这是最好了 来我们按这个东西哦 ok首先你要先确定 你现在在做的东西是三分之二一的二分之三之中 对不对 当你在按计算机的时候 如果你很单纯的 照着顺序去按是按不到的了 呃应该要讲讲对应该是按不到 如果没有错的话 如果你按2 再按粉数间 ABC 然后再按3 然后再按跨弧 然后再按E 再按跨弧 然后再按次方按键 再按3 再按ABC 再按2 一定不会出现三分之二 我试一下 2 3 3 啊出现三分之一 我按的时候这串东西不会出现 他应该要出现三分之二 他一定三分之二 因为我们用手算的吗 明显吗 一的二分之三 这方是一吗 三分之二乘以一定三分之二的 没有得选了 哎 这样为什么按计算机会不对 因为计算机的操作流程 跟大想象的有点不同 哎你在这一整串东西的时候哦 他的理解是这样的呢 哦你按2 然后按分数间按3 然后你按跨弧按E 可以啊 继续啊 然后你再按跨弧 然后你按四方啊 所以这边出现格子给你填四方哦 哎 这样这四方是多少 这四方是3 然后你按这个2 对不对 这个2在他的计算机的流程里面 是这样啊 啊也就是讲当你在按E 四方按键 三分数按键 二的时候 在你的计算机的理解 是E的三四方出2 这样懂吗 啊他他是不会 不会 照着你想的做 你懂吗 你要跟他讲 你要什么啊 也就是讲当你在按这一整串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要在这边加多一个跨弧 它才会对 所以你真正要按的东西是E 四方按键 跨弧 三分数按键 二 跨弧它才会出现E 这样懂吗 OK啊 诶然后我需要一点真人哦 所以 所以我现在教我这东西 我要先确认几个同学 因为下次会有人错的时候 我就会问这几个同学 我没有教过这件事情哦 OK 我需要一点真人啊 所以我们找几个真人来用哦 志强 志强 好 好 志强找按 诶这东西你听得懂对不对 点头压头就可以哦 听得懂哦 好 这样下次如果同学有做错的时候 我就会 再问你多一次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需要一点真人嘛 我有教过 可以哦 谢谢 然后 再找一个女的安全旗舰 虞轩 虞轩 虞轩老师讲啊 这个加跨虎你听得懂对不对 啊 你听得懂哦 好 这样下次有同学做错的时候 我就会再问你多一次这个问题哦 我要确认我有教过嘛 对啊 没有没有安全感的老师 都是会这样子的 对 很多人会讲老师你没有教过 OK 所以所以OK哦 记得啊 然后我要再跟你讲多一件事情就是 呃 他的判断标准是很乱七八糟的嘞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按对的话 其实你这个三分之二也要跨虎啊 哈哈哈 很麻烦的 所以如果你你要选择按这一整串就是会这样子的 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按跨虎的时候就是每个都放 所以真正在按这一整串哦 他应该还要再加多两个跨虎在你的整个按的算式里面哦 可以啊 单单按这样子而已啊 可以单单按这样子而已啊 你就会需要在前面这边加多一个跨虎啊 还有后面这边也需要加个跨虎 不然你按的是不对啊 不然你按的是不对啊 就这样他才会对 所以变成说在做类似像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还是会稍微推荐你不要从这边开始按啊 因为会遇到问题吗 这样我们稍微从这边先做一个运算 变成现在看到的这样 然后才按计算机是比较保险的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 这个次方有分数的哦 真的要这样子按 你按9的2分之3次方 是一定要按9次方按键 跨虎3分数按键2跨虎 他才会对 如果你单纯之后按9次方按键3 他只会出现9的3次方除2 你要的东西是9的2分之3次方差很远啊 啊因为他的计算机没有跟你讲谁大谁小啊 你这样看谁哪里知道他他他他 他不一定会告诉你这东西比较大了 可是现在我们用按了之后他他其实是这个比较大 他会先去处理次方 所以变成说你在按2分之3的时候是需要跨虎 好所以这个呃 按计算机的流程就介绍到这边哦 可以他介绍到这边 呃我还是需要正确的答案呢 所以答案是多少哦 诚信 知道是3次了 对啊 他有讲答案吗 啊没有讲啊 好不要紧 这样不用紧啊 这样还有谁 谁有收到答案的给我讲一下 重开一下 有点力主啊 真的不你 老师 嗯 你干嘛 多少 -3分之六十四 可是凱亮講是-3分之五十五 你怎麼看 蛤? 我的昨天版有點問題 等一下 -3分之六十五 還會壞掉 -3分之六 數寫版 V E I K K -3分之六 Weil -4分之六 3分之6的4好可以 我的有點壞掉 這樣有寫不到字耶 等等等等等等我迅速處理一下 喔上次是里二喔不是你們版 在哪裡 那是我們一邊的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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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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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 所以這題答案是-6的4 然後我們往下 往下部分是-10A的part1 因為10A的CT分兩個part 前半部分是做定級分 後半部分是做面積 所以我們會先把part1的部分CT給大家 不用等 然後你什麼時候都可以開始做 對呀不要等 絕對不是等到我跟你收的時候才開始做 嗯好往下 給大家介紹的部分就是那天我們繼續哦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先學面積的嘛 然後然後因為學面 找面積的過程 我們需要用到定級分的概念 所以現在我們就回到這個面積的題目 所以等你畫一下這樣的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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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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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点它和X轴之间的垂直距离叫做Ordinate Ordinate就是Y第一张学的 这个点它和Y轴之间的水平距离叫做FCS 这样它今天变成是长条形的 可以横的一个长方形的话 它的长就会是X 它的宽就会是Y 所以我们在找面积的时候 会取决于我们要用怎样的面积去找 可以怎样的长方形去理解 这个时候就回头问大家 这样我在找 这个已经没有救了 这个不可能 这样我在找右手边这个图形的时候 假设真的有一个图形长这样 然后题目给你的描述 题目给你的描述是要找这块面积 然后老师教我们的东西是当我看到这样子的面积的时候 我用横的长方形去做几分 来理解到底是想找面积 反过来问如果今天题目涨这样啊 题目涨这样 然后我想要做直条形的 我想要做这样子的长方形 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嘞 啊 大家心里面应该都会有答案啊 我要直接跟你讲哦 因为没有必要特别再问大家 是可以的 也就讲今天就算是这个图形哦 我们做横的长方形也是做到的 只是他真的很麻烦 他的积分的方程式就不会现在 不就不会像你现在看到了这样简单和直接 所以今天如果题目涨这样要求我们去做 面积的话 我们去做 我们去做直的长方形 所以我们去用积分YDX来理解哦 是很麻烦的 他的整个方程式的概念会不同 所以我们还是会偏向去乖乖做横的 就是根据题目啊 然后有一个蛮简单的方法 可以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就是 呃 如果今天曲线是这样 他要你找他跟X轴之间的的那个面积吗 他跟X轴之间的面积这样一定是DX 啊 如果他要你找跟Y轴之间的面积这样就一定是DY OK啊 然后这个这个概念啊 这个跟X轴之间的面积 所以DX跟Y轴之间的面积 所以DY的这个概念 只有高1可以用不 高2就不可以了 啊 也就讲高2我们在做面积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我现在和X轴要找面积 可是我却是DY的 可以高2的时候是有会面对到的啊 所以这个长方形的基础概念要先理解哦 因为我知道长方形的 面积公式是Y轴差X吗 可是因为我的Y是一直在改变的东西 变成说我在找这个积分的时候是使用 讲错 我在找这个面积的时候是使用积分的概念 我要从这边积分到这边 从A积分到B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的Y一直在改变 这样轴差X 就会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积分的关系变成是DX哦 这样想就好哦 然后在横的长方形的概念也是类似的 类似的 类似的从C积分到东西 可以就这样 这个是面积的解释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PPT了叻 所以可以给你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应该是有了 对我有了 这是你们看到的那个PPT的画面 我记得我有做 对我有做Animation 像这样 这是我们要找的面积 你看这是我们 这是你的图里面没有的 我们要找的这块面积 对不对 我是把这块面积切成小小个的长方形 很多个小小个的长方形 然后每一个长方形的长都是Y 每一个长方形的宽都是TXX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理解成 从A积分到BYDX哦 然后事实上是把他们每一个小小个的长方形 都这样拉扯出来 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图形 然后他每一个长方形的面积都会是 每一个长方形的面积都会是TXA 可以之类推出的若坚是横的 像这样子的 可以横的长方形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这样子的一个长方形 这样它的那个横条形的长方形 就会涨这样 它宽是挑叉Y 长是X哦 也就是FCS 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这是面积的部分 然后这里的每一个这里的图形 其实也是挑叉A啊 只是我们把每一个挑叉A 从C开始慢慢往上一个加起来 用积分的概念 这个是找面积的一个公式和理解 接下去我们就可以进到 解题哦 解题了 也就是如果 如果你看到它的 他只很大个的话是因为他本来给是要在学校用啊 对哈所以他才要放到这样大个啊不然在家里面用什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大个 所以大多数的题目应该都会长这样他会有一个 这个题目指的是这个题目指定要我找的线 题目指定要我找的线和哪一条轴之间的面积 因为他和X轴还有他和Y轴之间的面积不一样的嘛 像如果今天我有个图长这样 然后我跟你讲我要你找他跟X轴之间面积这样你就会知道他是底下啦 对哦对哦对哦 哎可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讲他要要你找他跟X他跟Y轴之间的面积这样还是旁边的呢 啊很明显你用看的都知道白色面积跟黄色面积不一样啊所以他一定要讲清楚啊 对题目会讲清楚啊 OK如果他讲清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不要乱啊你不要自己乱呢 如果他要你找不同的情况 所以这题目啊讲的是Y等于X哦 OKY等于X其实不是客发是一条直线 因为两个都是一次方吗 曲线曲线一定是二次方啊一次方的题目是不需要 呃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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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分的嘛 直线的斜率是固定的一个数字哦 所以他不是弯弯曲曲啦他是直线啊好 还要你找这条线和X之间的面积 然后他的范围是从-2到2哦 所以根据我们之前的理解area哦 OKarea就是Ydx哦 然后他要求我们从-2积分到2哦 对哦 谁哦 -2积分到2 OK所以我们真正积分的对象 Y是什么 Y是X啊 所以积分是Xdx 成型爱舌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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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舌积分是-1-2 哎是1-2呢哈 2-1x0-8 嗯2-1x0-8很好 就叫他带数字进去算就好啊 命中处的对象 -1RVC -1 你算到多少? 零是吧? 零? 不是咩 我们在找面积耶 面积怎么可能是零哦? 你是算错哦 等一下,我看一下 只零 算到多少? 我也是算到零耶 这样你觉得面积可能是零的吗? 50 对啊 零 零 零算到多少? 嗯 你有讲话是吗? 可是我靠你开麦可是没有声音 对哦 最后真的诶 你有开麦克风 然后你嘴巴有动 可是没有声音 还是我没有听到吧 你没有听到哈? 没有听到 好,不要紧,不要紧,你等一下自己调一下,尾棒你要讲调啊 虽然 呃 还有谁可以问 加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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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到多少? 我也是算到是零 你算到是零? 蛤? 面积耶 我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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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带进去哦 我们就会有 二分之一二的平方 减掉 二分之一负二的平方 所以这多少哦 二四吗 二跟四月减是二哦 负二的平 四哦 所以二跟二四哦 二减了,诶 零诶 诶 不算面积 够力哦 是不是交错哦 完了哦 哇 叫错哎 我觉得我演到很假啊 OK,来 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零 同学 OK,为什么是零啊 我们看一下啊 Y等于X啊 我觉得太假了 我已经演到很累了 来来来来 Y等于X I等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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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负二 很真啊 哈 我很假耶 我觉得 还要骗你们是不是算错哦 你们真的有人相信我 你们真的有人相信我 你们真的有人相信这种 这样假眼睛 我以为我的学生早就看到我现在骗人了 诶,诶,同学 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算到零啊 你看啊,我们现在要找这条线叫做X等于2 直线 这条线叫做X等于2 对不对 然后这条线是我们的主要主角啦 可以我们积分的对象吗 Y等于X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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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世界 真是的 我以为因为X 我们古诸 要采用了 里面 好我们真正要找的东西是 红色线跟蓝色线之间的面积 这两条线之间面积取决于题目要求 我们从哪里做到哪里吗 好从-2做到-2 所以我们真正要找的面积是 我知道下课了我知道下课了 等一下啊 讲完这题前 好呃这边 这一块和这一块 对吗 因为还我们找面积吗 ok啊好 所以这两这两块之间的面积是我们要找 可是当我们在做这个积分的过程里面哦 我们发现我们写的东西是积分-2到2 然后YDX嘛 当我们在做这个积分的时候 它其实会把这一块的长度和这一块的长度合在一起 可是你自己看到这一块的长度和这一块的长方形 它的长其实是-Y 为什么是-Y因为它在XO以下 嗯 所以当你在做面积的时候 它会把这一块负的面积跟这一块正的面积 合起来变成零耶 所以你积分算到的答案才会是零 这样就不对了嘛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积分呃 面积不可能是零 除非它是一条直线 它是一条直线面积才会零嘛 而且你看到它有面积 可是你算到的答案是零 就代表哦 以后我们在做类似像这样子 所有找面积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画图 一定要画图 我们一定要用画图哦 来去找到哪些区块 它其实是在XO以下 这样我们今天要讲去计算这个题目耶 我们画好图之后哦 可以我们像现在这样子画好图之后 题目要我们找-2到2 所以我们知道-2在这里 2在这里 表示我们的图从-2到0的部分是在XO以下的 也就是讲我们在做这一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成两个区块来做 我们要把它写成 从-2积分到0 YDX 还有从0积分到2 YDX 而且前面这一块要加绝对值 为什么要加绝对值 因为它在XO以下 这一块区域是XO以下的范围 因为我们的那个公式哦 给我们最一开始写 A等于YDX的公式啊 就是刚刚那个图啊 你会发现 它其实只有考虑在这边这一块 这边这一块是正的区域耶 它没有给我们讲负的区域要讲座耶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边有负的区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来去做这一题 不然就不对了哦 是 是 是 其实这样我们是每一题都要画图是吗 对 所有找面积的题目每一题都要画图 所有找面积的题目每一题都要画图 所以所以现在知道哦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张这张如此之麻烦 就是因为它的每一题都是要画图的 每一题 然后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教大家各种各样的图讲话哦 然后你可以吸收多少就多少哦 然后我也顺便给你九九八这个软体哦 但是你要知道它只可以帮助你一小部分哦 因为考试的时候你不可以带它进去嘛 所以你只能自己学讲话然后再用九九八对答案而已 可以啊好呃先到这边下节课开始我们就会开始学画图哦 所以请你准备词跟铅笔 我们要画很多很多个图哦 给如果你不懂到底要画很多这几多的话 你就打开那个讲义就会知道有几多啊 因为我每个都要教你嘛 ok啊这个我删掉了啊 掉我写掉我写过在这边 需要做标子吗不用全部画在全部画在 笔记里面 然后如果你为了同一标准 你可以每一个每一个图都5cm5cm哦 最标准就这样了吧 也不会有问题啊你不要画太小个就好啊 你不要自己看不懂啊 然后我们画几个哎大概是这样多个哦 嗯我看差不多这样而已了还好啦 没有很多啊 就这样 ok呃去下课哦我们10点半间 我把这个写完了 然后哎这个不要不要删掉哎留起来 你不要离开掉哎 我写给你就是要你留住啊 我要你知道他不可以这样的做 你懂吗你离开掉就没有了 你下次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吗 所以我要你留住 然后你自己告诉自己这是做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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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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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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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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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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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